为什么你听请Jimmy Jimmy来问工的时候 他说他需要一份工作 他要做洗碗 然后我是看到他的手有肌肉的问题 然后我就说你要做的话可以 我会给你公司医院医院去查 但是查了之后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也是有经过公司医院医院医院 我才请他 他说只是要洗碗 他就是要求说 其实我们请洗碗的都要出来楼面帮忙收碗 但是他的要求是说他不要出来楼面 因为他不想给顾客见到他的身体 等我说OK我就答应他 他就是stable在后面洗碗而已 这样的问题 他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 他不错啦 他不错 他蛮勤劳的 也没有说会计较什么东西 他什么东西都会帮忙做啦 好像有时洗厕所啊 后面 包括打扫后面啊 有时我们的鱼头都是放火炭的 就帮帮忙放火炭这样啊 就是他没有什么计较啦 他手脚也蛮快的 手脚蛮快的 因为通常我们这种啊 我们的生意啊 一个人洗碗是比较压力一点 但是他手脚快就可以控制得到 如果手脚慢的话 最少要两个人才洗得完 这样 他是怎么样 他跟他人家是怎么样 我是很少跟他相处 因为他很少跟我讲话 他只是在后面做工而已 就是有时我会走去后面看看他 看看他怎么样 跟他稍微跟他讲几句话 就说真正的相处 我是工人会跟他相处的比较多 所以有时拿饭给他 咬饭给他吃啊 咬给他 留饭给他啊这样啊 是这件事过后 他稍微还有出来 就是有时拿水啊 以前他都不要出来啦 他都怕我的客户看到他 现在都能接受啦 都能接受这样的 你收到那个投资的时候 你第一次打你 你第一次打你自己 我其实我没有看到那个顾客 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刚好是我儿子接电话 我不在新加坡 我不在新加坡 到我回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儿子说 前几天有一个顾客 女孩子来的 他就打来说 问我们说 为什么能请这种人 如果你请这种人的话 我们就不来吃了 这样 然后跟我儿子说 他不来吃我也没有办法啊 就是那时有记者来访问我的时候 如果这个顾客会用别的眼光去看他的话 那我就算了 就不要这个顾客了 对不对 他是没有问题 他是可以工作的 他不会传染的 就是这样 你今天也说过 因为他上报纸的时候 很多人就特地来这边 然后来吃 然后他这样看他 有些人会来看看他 有些人就是想来看看我 就是说 有一个老板娘 Restarting的时候 我就没有曝光 没有曝光 就是我说 你们即使可以来采访他 是看他自己愿不愿意 给你们采访的 我是说 I don't mind 但是我们不要曝光 就是不要登我们的招牌 然后到最后 有过了两个星期 就不懂谁又放上去 放上去说 原来这边是王波坑 Restarting Road 就这样曝光了 这样我是想说曝光了 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也是很好 因为Facebook那边也是有 有陈川人 应该是出来也说支持我 就是说站在我这边 我会请这些人是很好 这样的情形 有很多人 有很多顾客来做吗 OK啦 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多顾客 我这边 很多regular customer 很多 所以我们的生意是OK啦 不错啦 我不敢说怎样啦 你们要来自己看啦 对不对 所以是OK啦 因为现在工人真的是很难请啦 说真的 真的是很难请 没有人头又不能请外地的 不够人头也不能请 但是新加坡人也不爱做 要新加坡人要积水高 又不要这样多吃 不要这样长的时间啦 所以变成我们真的要请本地人是比较难 这样 如果你有机会跟那个投资的部客讲话 你会讲什么 看他有什么反应呢 我就看怎么样回答他 我要看他的反应呢 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他 我很难跟你讲我的反应是怎样 我看他的反应是怎样 我就主要回答他 就怎样去预护他 对不对 当然两个要最好啦 对不对 如果你是选择是说 两方面的话 我肯定是损我的功能 对不对 你不来吃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样 好像如果有别的工人进来问工 我是需要供的人 我肯定会去 除非现在已经满了 我就不会啦 因为工人够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 你知道我们做这些F&B的 就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但因为我们不是很class 不是很highclass的 我们这些也没有什么样serve的 就是出菜拿水这样 比较简单一点的 不像那些restaurant 要serve 要一直换盘 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不敢开到很class 很class你要用很多功能 这样 好 好